爱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最近市面上有不少强打着类动物的保养品 像是蝸牛粘液或是毒蛇或是风毒制成的面膜 标榜着是有紧致肌肤或是保湿的功效 不过这些面膜里面呢 大多是使用的化学合成的成分 医生就提醒了 使用不当的话 严重可能会全身过敏 选购的时候还是提醒您多多注意成分 对自己来说到底适不适合 保持青春的秘诀 保养品可是一样都不能少 不过保养品种类多 能否达到实际效果却不知道 像是强打类动物性成分的保养品 蝸牛 蛇毒 风毒等萃取物 竟然大多都是合成品 动物的成分像生态类 它觉得是可以好像肉毒感菌 类似打肉毒感菌的效果这样子 然后但是这两个差别 就是说萃取的部分 我们当然就要评估 这动物的来源是从哪里 有没有被污染啊 还有它萃取的过程 是不是安全 珍贵稀有的动物成分 本来就不容易获得 合成成分也不易 从产品包装上看出来 使用不当的话 严重可能会造成全身过敏 动物性的保养品 比较是偏蛋白的部分 但现在大家过敏的人很多 所以这蛋白的成分 会不会引起一些 比较严重的过敏 使用之前还是要询问过专业医师 才不会爱美不成反过敏 记得展现集潘里勇 台北采访报道